幾月幾號開播 三月 好踴躍喔 幾月幾號播出 三月二十一 待劇場最新一檔最美的相遇 還沒播出就趁著新春團拜 舉行首場見面會 我在劇中讓他造了蠻多的口業 造了口業是媽媽常罵你的意思嗎 對啊 只有一個兒子所以很愛他 很疼他 所以就造就他 這樣啊 你現在是怎樣啊 是怎樣去開賭 拍我講你好不敢 跟這堂子一起合作 哪有啊 我要睡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不是又吃東西了 吸毒的弟弟最後結束了生命 故事主角彭瑞芬十年內接連痛失六位親人 其中現身一年早逝 已留三名孩子 當時彭瑞芬只有三十七歲 因為自己的人生故事也不圓滿 然後看到 看到就是這些照顧護護感恩護這些個案裡面 看到他們其實也反思到自己 就很相信這個 因緣果報 台上團隊全都肩負使命 守護新竹堅持鄉慈善關懷 十八年獨一日 演員高山峰在片中試驗實際照顧護護酗酒的單親爸爸 雖然自己有一些壞習慣 暫時改不過來 但是呢 還是很疼愛孩子 那這些矛盾的心情啊 或是遭遇就 而且劇本 編劇其實寫得很好 那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投入其中 看到被服務的人啊 就是很開心 要直接很滿足 就覺得這種感覺很好 才慢慢才在選擇 就是要升大學選擇科系的時候 才有想過想要走這方面 像現在很多感恩護的小孩 什麼事情都會跟他分享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金錢沒辦法買到的 為演先轟動 演員面對面 吸引全場超過五百人 感受慈善力量 助診也翻轉自身的動人力量 大家新聞小智姐 許英豪新竹報導